对着镜头笑容腼腆 他是新庄警分局 担奉派出所远警王胜玉 郭居成热心帮民众 找回遗失包包 这一却卷入炸皮案件 涉嫌从2021年7月到隔年年底 把被害人各自洩密给炸团 26号被新北地检署 生压静见获准 36岁的王胜玉 从警16年 郭居成协助盘缠用心的肾脏者 顺利返家 因热心为民服务 一度传回家话 却被连政署查出 2021年 他涉嫌在办公室 登陆165反诈骗系统平台 查询多笔警示账户通报情形 再将资料传给诈骗集团的 真信男子借此收贵 甚至利用警证系统查询 被害人资料跟行踪 提供真信男子讨债所用 一般民众看到警察过去找 会觉得好像是有什么刑事软件 还是什么样的会害怕 165反诈骗系统平台 任何远警查询都会留下记录 包含时间点案件内容 之前每个月都会检查查询 是否和受理案件相关 未来将改成半个月检查一次 警方调查2023年 一共有21万多笔的查询记录 从中查到一人疑射不法 另外还有16人非公务查询 都被惩处 王姓远景公去城南派出所 担任管区角色和地方人物 都得打好关系 有同仁指出他执情正常 不需要主管操心 平时看不出异状也没听过有经济困难 很难想象认真工作的他 这会竟成了诈欺案的主角 明确新闻综合报导